慈祭日本分会30年 竹筒岁月精神莫忘 岁末祈福感恩会 也是节级爱心的时刻之一 前程祈祷全球共善 志工们承接这一年上人的祈勉 做个萤火虫将黑暗照亮 而这些手作艺术注重环保理念 我们喝过的宝特瓶 用黏土来捏它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翅膀是到后来我们 活动组他们就到楼上去找到 我们两年前慈祭的阅历 旧的阅历我们没有丢 然后我们就用旧的阅历来做翅膀 然后这个灯就是我们 就是拿脚踏车上面的灯 把它拔下来 祝福上云端 行善在人间 菩萨道的方向始终如一 戴西文之圣米之宫 日本报道